編才是一支 應該是一個腳球 對 最後是碰到了岩邊隊的球員 都差不多半個小時 兩個人之間沒有相互一腳 有效地傳球了 我想中央這樣比賽 日傳能達到三分 其實氣也是對岩邊影響挺大 嗯 他們好像很多球員也跑不動 然後這個 一 起 真的是不錯 然後這個球 站好位置 看一下慢鏡 你看一下 再看一下 是路易斯想踢人 轉得太慢了 嗯 再看看這次進攻怎麼樣 指亮 人數不佔優 編路的糾纏 路易斯的傳中 頂 還是往外 還有第二次進攻 再看 韓明良 韓明良的起球 門將不敢出 但這個位置呢也沒找到自己人 左邊還有人 再來 第三次傳中 起 沒有人 門將拍了一下 人進去了不算 腳球 對 門將的遲溫一 這下反應還比較快 這是個矮的 吃都虧的 這下 路易斯這個球也很勉強 從他的這個出球線路 包括腳法來看的話 不是要 下半場 明顯 岩邊的保重 要比下半場積極一點 是 岩邊隊在下半場比賽 還是沒有進行人員調整 看這次的進攻上來 路易斯 路易斯 左邊抬頭看人 傳彈了一下 這一下 還要站住位置 我也不會去死拼 或者說呢 這種逼搶就是逼而不搶 我位置到了 我不會上去卡球隊 都顯得是小本經營 一方面岩邊也是 是 再加上客觀實際上 日子拳也是這樣 可以說得到的這個資金 現在比賽這個王德比了 那麼還有對這個程度謝連 是 好 這邊是路易斯想挑球 過對方的球員 路易斯這一條就 讓我們又小姐 他是巴西外人 對 球員回憶一下 路易斯在這裡 中間有人接一下嗎 再調找尹鴻博切進去 然後尹鴻博這個球呢 是沒有激戰能力 還算是不錯的 28號的一位超 其實這兩名前面 應該說進球效率還是不錯的 一個進了9個 一個進了6個 但是問題就是 那兩場5比1 對 路易斯這次突進去了 看中間沒有人呢 勉強地傳列一下 編才是 這應該是一個腳球 對 也是承受球隊當中的一個 比賽的因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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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交給路易斯 這次變成矢量套鞭 交給施華 轉身打門 好球啊 還有對這球傳得非常漂亮 這邊矢量在這裡 一對一 變了有自己的隊友套鞭 哎呀 路易斯扣了一下 再傳球 打門 哈哈 葉北超這個球啊 是 進球啊 如出欲轍 又是邊路路易斯的橫傳啊 這球沒有壓住 好的 定下來 來傳這種身後球 包括一些直C球 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它也是有種腳法 再加上大巴的這種速度 和身體的對抗能力啊 這是今天啊 我們開場之後看到 郭北隊採用最多的一套 邊路進攻的一套體系啊 爬這種 兩個中後衛和邊後衛之間的 這種空盪 邊路的施華拿球 兩個人的協防啊 將球斷了下來 商譽付出的路易斯 漂亮 想做一個撞強勢的二過一 這個球沒有處理好 漂亮 球進去了 路易斯斷球突入禁區 傳回了大門 漂亮球進了 路易斯 亮亮嗆嗆的將球 帶到禁區的這個腳上啊 我們再來看 突破的時候並沒有人防 橫向的轉移 給到自己的隊友 很冷靜 左腳的打門 將球打進 剛剛開場 廣東人之拳1比0領先 剛才是抓住對方失誤 這些都是非常有實力的隊員 還有以前的 老胡北隊的這個國角 八號正兵 現在中邦已經無心臉戰了 對 無心臉戰了 實量在充分利用左路的進步當中 會有什麼變化 今天實量打的是一個左前輩 這應該 好球 停下來 哎呀 這一個 來 葉偉超的速度 沒拿好球 六號 路易斯呢 也是體能是有些下降 因為對方現在就完全是防守 從之前在後方現場 還沒有人能頂替他的地位 因為確實是他的個人的防守啊 積極性 包括整體的意識 虎位 搶斷 都還是屬於一個 比較優秀的一個後尾 一個考驗 好球 這球搶得不錯 六號 六號的路易斯 運動拳掌握著 用這種快速的傳接 快速的移動 快速的跑動 來拖廓對方 因為比如天氣的對決拳 那麼小將經過幾個賽季啊 的比賽呢 對他們對於管弓的氣候啊 應該是非常的適應 所以在這種節奏當中啊 盡量去加快 這樣的話 不給對方輕易地起腳的話 這樣才能達到自己在乎 這球隊他們這個賽季的 開局階段呢 打得非常的不錯 讓人感覺到他們 打一個4分2的一個陣型 而且球隊呢 在整個的進攻 在對方的這種進攻 石頭打出來之後 廣東支持全隊啊 處理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控球掌控進攻的主動 1比3 雖然說之前呢 這比分上優勢比較明顯 但是呢 還真的不能夠放鬆啊 對方這種進球的能力啊 還是存在的 不能夠讓對方那種 反駁的氣勢啊 打起來 這段時間 下半場一上來啊 對方的進攻速度依然打得不快 廣東 來 需要有人上去貼一下防守 好的 這個路易斯上將時機把握得非常好 這看準的時機 突然的前迫調整和恢復之後啊 這應該是問題不大的 氣勢上占優 比分上占優 技術能力上占優 再加上主場的實力 應該說這個拿下比賽啊 是很有希望 但是現在呢 對於廣東 日式全隊來講呢 是不能夠放鬆 這也是下半場的這個聯賽開始之後的第一場比賽 一定要打出氣勢打出信心來 路易斯把球交給邊路 而對於球隊而言呢 目前3比0的比分 可以說呢 形勢是非常有力 這個球確實沒有手球啊 路易斯拿胸路把球打 路易斯球停的不錯 一對一強行突破 7號高板 我們已經看到幾名隊員 都在比賽當中有受傷倒地的情況 還是要注意對自己的保護 好的 左側是非常大的空當 6號路易斯跟上了 調整一下 看傳球質量 傳起來 力量稍小 環迦把球交給路易斯 危險 但是這個球 封線上拿球的隊員 沒有能夠處理好 10號安德森 楊東進隊的22號 張浩出現了犯規 主裁辦向張浩出示了一張黃牌 這是路易斯在代球打反擊的時候 好 現在呢在主場套戰的廣東支持全隊希望用控球 沈陽東進隊來講呢開場之後對於這種天氣狀況還不是特別適應 感覺身體的這個狀態 9分目前呢是排在7分榜第9的位置 距離排名第二的浦東中方的7分呢也只有2分的差距 所以說對於廣東日之全隊來講也一定要爭取多拿分 特別是在里根 9號納托 10號安德森 以及22號張浩 拿球的是日之全隊的6號路易斯 拿球的是日之全隊的6號路易斯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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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